你好 欢迎收看9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中度台风梅花在中秋节来搅局 11号上午张相局在8点半的时候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而花莲县政府在10点钟也公告海岸、海港及港府等为禁制区域 目前台风的路径是持续向台湾来逼近 而花莲海巡署第一、二岸巡队也加强警戒 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海边关浪以免发生危险 中央气象局在11日上午8点半发布第12号台风梅花海上台风警报 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东半部海面构成威胁 应应花莲县府公告海岸、海港及港部为警戒区域 花莲海巡署第一、二岸巡队在11日上午10点 边处人员针对公告禁制区域拉射封锁线 劝导其防止民众进入 你好,人都帮我退到后面去哦 穿车避到那边,谢谢 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 梅花台风明治发布海上警报 今天政府已经发布,今天是先告 民众不要不要安心状流 会是空手线外 因应梅花台风的逼近 中央气象局今日上午8点30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花莲县灾案应边中心也针对县内港口及海岸等区域发布禁限制公告 目前海上已有长浪的发声 为确保民众的安全 本对已派出官浪的劝离的勤勿 在此呼吁民众在台风来袭期间 切勿至海边官浪及游戏 以免受罚 气象局表示,12、13日江市梅花距离台湾最近时候 东部已出现间歇短暂雨势 第二,岸巡队呼吁民众秋节廉假尾声 请民众于台风海上警报发布后 切勿前往岸期逗留及关浪 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以防汗事发生 民众若有需要救助情势 可拨打海巡报案专线118 也请民众持续留意台风动向 记者长邦彦,请程商报导 请您借过打海巡报 前述 不知 不知 不知